近年Busking街頭表演文化 在香港越來越普及 為很多年輕人提供展示才華的機會 而今個夏天一班歌手 包括陳柏宇、胡鴻君、迪爾達、 鄭俊宏、馮允謙、林欣彤、 鄧小巧、許靜雲、陳凱彤等等 將會分成賣聲、賣萌、賣座、賣力 賣才華五組 參加Busking不停音樂會 在戶外一起jam歌、玩音樂 最近吳彥坤完成首歌紅館演唱會 沒有歌曲 即是不夠自己歌 玩歌 這些表演不重要 你可以唱很多不同的Cover 可以重新演繹 好像Busking一樣 只是翻唱而已 翻唱 而且有很多時候都是因為 唱一唱才帶回自己平時的作品 很多時候買了CD 有很多Side Track 我們雖然未必會放出來 或者分分鐘未必會派上電視台或電台 但其實那些歌不代表是差的 那些歌就很好聽 不過真的要慢慢去找出來 其實我也有去看坤哥演唱會 其實我覺得反而沒有歌 還可以突顯到他的創意和他的心思 因為在演唱會上 他也有一部分是唱我們香港其他歌手的歌 其實你會看得出他在選歌 而且在演唱會上真的有花的功夫 Jason的未婚妻 Leanne接受雜誌訪問時表示 日後如果有了小朋友 可能會全家移民加拿大生活 令不少歌迷都很震驚 可以在小學的時候移民過去加拿大 讓他們可以在那邊讀書 當然要選擇的情況下 我會看得到